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老梁挺开眼 来到了北京亮卯和珠宝城的庙物斋 这里边主要展示的就是和田玉 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玉文化的大国 自古基金和玉有关的故事传说掌故数不胜数 包括你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 咱们国家作为对外展示文化的一个窗口 你看那个金牌就用的是金香玉的这种手法 包括那个上面带着国徽那个中国印 也是用的非常好的和田玉 那么玉文化在中国来说是博大精深 可是你要想深入的去了解这些 可费了劲了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你打开这个汉语词典 咱很多家长给孩子起名 就愿意起带这个王子旁的那个名字 为什么呢 一打开一看 凡是带王子旁的 后边都写着一种美玉 什么一种好玉 一种什么什么玉 可是你发现 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在解释这些王子边字的时候 往往就是美玉好玉 到这就拉倒了 你要想知道到底是哪种玉 它到底有什么特征 你恐怕得翻慈海慈原去 他为什么这种普及型词典 不跟你说这么清楚呢 因为他本身想说清楚 是件特麻烦的事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一块来的有个朋友 他的名字里就有个张字 王子旁搁个文章的张 这个字你就不好解释 虽然很多朋友熟悉啊 说我知道过去要生个男孩 叫弄张之喜 生个女孩就弄瓦之喜 但是这是过去啊 就是男尊女卑那个时候是这样 可是你要把这张字解释清楚 你得费挺大劲 所以就说对于文化的了解啊 应该说我们每个中国人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有必要要加强一下 你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啊 你经常听有人说 说这个什么 皮肤无罪怀避其罪 说这个小两口真是一对逼人呢 这些都和玉有关 但是很多朋友就不知道 说我看到有叫玉壁的 有叫玉环的 还有叫玉绝的 说这东西好像都是一个圆圈 中间有个窟窿 就这种玉制品 那怎么分呢 我今天告诉大家 这里头学问太大了 你看我这旁边有他们这个 集中展示的物品 我手里这个 大家瞧一瞧这个镜头里边 你看 这个东西 圆的 玉的 当家有个眼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玉壁 您可注意了 说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您看这个 说这不就是个环吗 这叫玉环 那么说你看 我这还有这种东西 说这也是个环 可上面有一个小祸口 这叫玉绝 您知道这什么区别吗 我告诉大家 这个知识很好玩 你看这玉壁 这块的东西啊 我们管它叫肉 这里的窟窿呢 叫好 但是这是专有名词 说这个肉啊 要比这好大 这就叫B 准确说就是 边比较厚 窟窿眼小 这叫B 要是窟窿眼大 边这比较薄 叫什么呢 叫玉院 这院字也挺难写 王子旁 这边搁一个 像爱情的爱字似的 你查字典 能查着 那么说呢 这两边 这边和窟窿眼一边大 这才能叫玉环 而我拿这个 上面有祸口的叫什么 叫玉绝 绝字怎么写呢 王子旁 这边决定绝 去了那两点水 这个玉绝还有一种写法呢 是王子旁 搁一个美玉的玉 当然那个是女的戴的 特质耳环 一对嘛 这边王子旁 这边一个玉 那是一对 那么说这里头 细致入微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代社会 已经把这些东西 像玉院 基本就没有这叫法了 都现在改成环了 就只要是空脸大 边薄的 这都叫玉环了 那么说这几样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跟大伙讲一下 很多朋友知道鸿梅案的故事 说鸿梅案呢 刘邦啊 战战兢兢 见项羽 得有个见面理啊 他打不过项羽 当时啊 所以托付张良呢 带点礼品 就带什么呢 送项王玉璧一双 送雅普范增玉斗一顿 你注意这玉璧 在过去不是随便用的 必须得是啊 下级或者卑贱的人 给上级和尊贵的人送礼 你才能送玉璧 这个璧不能是上级赏赐给你 或者有钱人赏赐给穷人 这不可以 所以璧呢 象征着尊贵 你比方说 我们说这个新婚夫妇 说这小两口 俩一对瓷娃娃似的 真是一对璧人 我告诉你 这一对璧人的璧 并不是指他们多漂亮 而是指尊贵 就璧人是个敬语 所以你参加婚礼 说小两口像一对璧人 这是尊敬他们 一对敬 那么这个玉璧呢 在过去呢 也是特别尊贵的象征 大伙知道和尊贵 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 有关玉璧的典故 这和尊贵 不就是楚人变和 在京山开采出这个美玉来 没人知道 最后他为这玉呢 左边也残废了 右足也残废了 最后献给了楚文王 楚文王最后承认 你这是好 后来据说和尊贵呢 让秦始皇做成了全国玉璧 这是历史上一段 非常有名的掌控 所以玉璧 是几乎所有佩戴玉器里边 最为尊贵的 这个叫玉璧 那么再往下呢 这玉環呢 就不大一样 这我前面说 这孔鲁尔大的叫玉院 玉院过去是什么呢 比方说使臣来见皇上 要送这么一个玉院呢 得由这使臣和当朝宰相 或者管外交部这大臣 你比方说和尊 别看是个大贪官 大清书当过理判院主持 那就是外交部部长 这两位一起上殿 一人掐着玉環一个边 共同往上走 是一个礼仪过程当中 又充满仪式感的一个礼仪用具 那么后来到了 所有这些东西 都称为玉環的时候呢 它情况又不一样了 玉環你听着就那么温润 那么肉头 你看杨贵妃就叫杨玉環吗 听着多好听 所以这玉環 后来有个独特用意什么呢 环 就跟归环还家的意思 比方说这个皇上 把苏东坡贬到海南去了 说你天天别在那 弄东坡肉吃了 你回来给我干活吧 打破使臣 见苏东坡的时候 就给他带了一只玉環 苏东坡就明白了 皇上想我了 为啥 让我还回去 回去 所以过去把大臣贬走了 再给他这玉其玉環 意思是让他回来 再另外一个呢 这玉環呢 还有别的特殊的用意 后来到什么呢 玉環就象征着爱情 怎么象征爱情呢 一个环 代表着夫妻团圆 再个玉代表着什么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代表着对爱情的这种忠贞成动 你看反映这方面的呢 咱们很多朋友记得 有的时候诗词 叫问世间情为何物 执教人生死相许 您知道这谁写的吗 这是金国人叫袁浩问写 大使人 也是个情种 他有那么两句诗 就说到了这个玉環 叫玉環合意两相连 后边词您注意啊 玉環合意两相连 环比情深 玉比肩 什么意思呢 说这玉環 为什么两个连在一块 你看着好看 说这个环呢 就比喻着情深长久 天长地久 生生不息 无穷无尽 环嘛 玉比肩 这玉呢 就比喻两个人 感情辞实 情比金肩 所以这时候玉環 它就有了爱情的象征 又不一样了 你包括就是思念家乡 也可以用上这个 过去你看有的女人 身上戴的叫环配 为什么戴环配啊 想家了 王朝军 朝军出赛 嫁给了忽汗爷传于 跑到现在这个 内蒙外蒙那边去了 他是大汉人呢 他能不想家吗 所以他身上戴这个东西 环配响叮当 就是得想家了 所以杜普后来呢 写王朝军 有首诗 叫群山万鹤 附京门 生长名飞 尚有村 一去紫台 连说墨 独流青肿 相黄昏 话图醒时 春风变 环配空归月夜魂 千载 琵琶 作虎语 分明怨恨 曲中轮 这环配空归月夜魂 就指他想家了 所以你看这玉环里头 这些掌控多了去了 当然最有这个脚头的是什么呢 就下面我要给大家说 这个玉绝 有的人特别奇怪 所以你说挺好的 这么一个环 非常漂亮的 非当家拉个小口 其实这里头说法非常多 就好比咱们穿西装 有人说挺好的衣服 后头和俩口子 那不知道 一定是西装的一种知识 他这里头有礼仪上的深意 所以这个玉绝 在礼仪上有什么深意 你看前面我说过 这个献给相王玉碧一双 雅覆范增玉斗一对 那么在席间呢 刘邦这呢 战战兢兢 汗不赶出 还怕呀 范增就想嘟出项羽 赶紧把刘邦杀了 以绝后患 可是呢 项羽那呢 富人之人 下不了手 在那玩着一顿玉璧 挺高兴挺嗨 这范增没办法 又不能明说 以身上配的玉绝呀 举起来三次 就冲着项羽 使眼神 你赶紧下手 当然书里头实际说 试之三次 这三十指多指 不定多少回呢 他为什么要拿这玉绝 来提示项羽 你要下手 玉绝玉绝 这绝呀 与这个断绝 绝断呢 这是邪音的 在过去呀 王子旁这绝 跟决定这绝 是通假字 什么意思呢 大王你赶紧绝断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所以过去人 佩戴玉绝是什么呢 我自己有生杀欲多之大权 我可以决断大事 而且我绝不拖泥带水 是一个男人执政啊 当朝我做大事的 必有的一种素质 所以过去男的配这个 这玉绝 是王子旁 搁一个决定的绝 去了两点水 而且这个绝呢 还有几重意思呢 还有一个 咱俩断绝关系 也用这个 三国志里 他记这么一段嘛 就是袁绍啊 官渡之战 被曹子打败了 他俩儿子一个袁坛一个袁上 就跑到河北再往北 就现在辽东啊 内蒙一带 这时候袁上意思说 哥哥咱俩合伙吧 回头再跟曹涂打 结果他这哥俩呢 互相不合 那仇务比一般人都大 你看为什么现在一拆迁 亲兄弟之间容易干账 你别人干不了这账啊 你外人 你表哥表姐 你争不了他家产了 就自个哥兄弟赤裸裸 仇恨死家 那点拆迁费给闹的 他们哥俩也是这个意思 最后这袁坛干嘛呢 不听谋侍沈佩的建议 直接给袁上送了一个御决 告诉你咱俩呀 拉倒吧 你不是我哥 我也不是你弟弟 结果咱就变成仇人 行途陌路干账吧 所以这个决呢 还有断绝关系的意思 另外一个过去男的 为什么配这御决呢 您注意这形状 他戴到这拇指上 这边呢 捅到那弦里头 拉弓嘛 使劲拉 这样的话呢 不割手指子 不会把手指拉伤 而且还能把力量使上 所以这个东西过去用来 大功拉剑 把这个出来 你看劲儿使多大 所以这个东西是男人身上配着的 这叫御决 注意啊 去了两点水那决 说女人呢 戴这东西呢 也叫御决 但这决字不这么写 是王子旁搁个御字 本来王子就当御家 这边又多个御 说明什么 这是一对 一说到这个东西 戴个祸口 圆的还是一对 你想到什么了 耳环 就过去女人戴这个 更多说是耳环 当然说老亮 你怎么知道 过去人穿着打扮的 因为咱们有些考古学家呀 通过对这个 过去的 这帝王降乡的坟墓 进行考古挖掘时候 发现 很多位置尊贵的女性啊 她在陪葬的时候 耳朵边 就这么一对 这种东西 当然做的可能比这更精细 更小巧 所以这个东西 女人戴王子旁这个绝 这是指着耳环 您可别小巧着耳环 我要给你讲出道理 您准得服气 您知道耳环是干嘛用的吗 咱们过去中国女人呢 有那么几种说法 就说什么叫守复道 有这么四条 叫笑不露齿 坐不露兮 站不以门 行不摇头 你笑不露齿 大伙好理解啊 你说女人一笑 要伸着脖子 张个大嘴 前眼后盒 直拍大腿 嘎嘎嘎嘎 跟老母亲下蛋似的 准不文雅 所以女人笑 抿着嘴笑 不能露牙 这叫笑不露齿 坐不露兮呢 你要穿着裙子 你说你坐那 随便把这个裙摆都撩起来 扇风 哎呀天挺热 这多不文雅呀 所以坐那女人 不能把膝盖露出来 站不以门 你站到那块 以着门 这个我估计年岁 大展的朋友能理解 因为有一种 不太好的行当 这女人就站着倚门 演大眉毛戏 樊掌把牙剔 携倚门前站 避嘱万人齐 那是按门子按昌 不是好行当 那么最后一个 行不摇头 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啊 你要女的左顾右盼 这看看那看看 哎呦 你看这小狗挺好 那猫不错 还叫穿那二百院 这就不守复道 所以走路的时候 不能摇头 溜直的往前走 可是行不摇头 怎么来衡量呢 哎 耳环就起这作用了 这边带一个 这边带一个 你要左顾右盼 那耳环不得啪啪打你脸呢 所以左耳环叫羞 右耳环叫齿 你往这边顾羞打你脸 往那边去齿打你脸 羞耻于你 所以耳环是起这作用的 规范 妇女的行为言行的 您听到我今天讲这些 欲逼 欲怨 欲环 欲绝 是不是多了解了解鱼 您找学问 你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